大家好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楊思琦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基督高於一部口 從天給了一個草布 要上去盤柴 她很辛苦 也很努力 她 她是在你最努力的一個孩子 她 她 她有一天 在砍柴的時候 不小心手薄了一下 她的骨頭 掉去吃雙笛了 她就說 怎麼辦 這骨頭掉去吃雙笛了 我就不行講家了 然後 水中有一個鮮子就冒出來說 她說 她說 你怎麼了 我這麼傷心 草布 又說 因為我的骨頭掉進去了 我就不行講家了 蝮子又說 那我來幫你找吧 一天只沉下去 第一次拿出來的是一隻金色的骨頭 他就問喬祖說 喬祖請問這把骨頭是你的嗎 喬祖就說 不是不是這把骨頭不是我的 這把骨頭不是我的仙子又撐下去了 又拿著一隻銀色的骨頭 為喬祖說 喬祖這把骨頭是你的嗎 喬祖也說 不是不是這把骨頭不是我的 仙子又撐下去了 最後仙子拿出了一隻骨頭的骨頭 喬祖問喬祖說 請問這把骨頭是你的嗎 喬祖就說 是這把骨頭就是我的 謝謝仙子 喬祖高興的轉頭到回家時 仙女就說 為你的誠實心我就把 這兩隻骨頭送給你吧 讓你好賺錢兩家 喬祖又說 謝謝 喬祖又說 喬祖就覺得自己很辛苦 然后想要得到一個金皮骨頭 他就 你 你講什麼 他就說 怎麼辦 我的那個 我的斧頭要去食堂裡了 然後 憲體就出來 憲體就說 憲體就說 憲體你怎麼了 怎麼這麼傷心呢 憲體就說 因為我的斧頭要去食堂裡了 我這樣就不行兩家了 憲體就走下去 憲體拿出來一個金斧頭 還問憲體說 請問這把斧頭是你的嗎 憲體就說 是 那把斧頭就是我的 謝謝憲體 憲體就說 沒什麼斧子 我不給你了 憲體就走下去了 很久很久都不知道 憲體連自己的斧頭也沒拿到 好 這個故事 教我們說 不行騙人 憲人人 連自己的東西都拿不到 好 下一位